就有關台東縣長黃建廷涉及藥商回扣的貪污議案 經法院的判決已經判一年兩個月 那這一年兩個月他判決的理由是違反商業會計法 這個案子發生叫歡迎起訴 當年他的太太陳林彥 這個很高級的夫人 他那時候在基金會裡面做董事 那麼這個起訴之後 就隨意把董事長的名字過去給他媽 他媽來做董事長 黃建廷管長來做董事 像這種利益不回避 尤其他的身份敵事是我們台東的大家庭 那麼健康家庭基金會所涉嫌的 經過檢察官和起訴他裡面比較適合 有起訴的藥店裡面有很多的 有健康家庭基金會 所開立的不實的發表當中為起訴的目的 那麼藥商會後 這就是當年去跟有親戶關說 那麼有親戶拿回口給他的助力 去到他的口座裡面去檢察官搜查到 那麼這種政治和涉嫌所有貪污的一切 這可以讓消費台中來公論 那麼我們在議會就是針對 健康家庭基金會 裡面所涉嫌的一些黑黑草草的 要讓我們台東人了解 那麼做一個議員在議會在這順 都可受公平 那麼這處檢察官的依據 地製法50條和大法官會議解釋 議員在議會所極順的言論的免責權 所以說 複得無罪的判決 這表示一個天裡糟糟的 法官也有些糧地 這個法官也非常相識 只是在晚上裡面在哭泣那裡 那裡玫瑰花 他不嚇 無台無事 不甘願幾個參天來上訴 像這種上訴 我相信他們 他們母母兩個 晚上很難睡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為表 他們自己的良心 睡不著 的症狀 那個收穫能力 讓他們判斷優租錯誤 所以說 健康家庭基金會 這個夜晚 在議會經過參天 我們把這順路 將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我們要把所有 有關閉到台東人的福利 的東西 我們都一一 要把它攤在陽光下 所以說 我直接要成分 照照相對的愛 來懷弄 王建廷跟陳寗 他們這堆母母的無敵 雖然他無敵 但是相對不同 創造地位和愛 給他們 希望他們可以改善歸正 這是我 對他們的期待 那麼 屬於安靜 董事長 他還要跟我們 還要繼續 還要來上訴 那是他的管理 黃建廷縣長 他涉及藥商會後 貪困被起訴 那就代表說 他整個基金會裡面 有問題 當年的太太 陳寗彥是當董事 把整個基金會 每年半年要財報的一些公文 包括要送政府審查的 完全拒絕提供 那依據 切募條例 包括人和基金會 都半年要在我們的網路上 要公開 自由越南 全國的好朋友 我們台南的鄉親是大 你們如果對健康家庭 那本黑色 有興趣的 你們上網去看 絕對是黑花面 我還要拜託我們的鄉親 既然是黑花面 我們做會來抓那些鳥屎 那些鳥屎 把健康家庭基金 那些電腦 那些破壞的電線 已經加回去了 淡天說這些 台東人都是聰明的 那麼 有關於南回醫院 習超斌醫師 他建立的一個基金會 他同樣 在各地在募款 因為他沒有申請募款的一個過程 違反 簽譜條例15條16條 當年習超斌醫師 他要在南回台部建立一個病院 他當年沒款募就6千萬 替管政府查報 他違法違私的部分 他要求 當事人習超斌 把那6千萬 退給簽譜人 那 吳明寺剩下兩百萬 由台東政府給他沒收 那相信之下 習超斌醫療的一個基金會 跟我們縣長 跟陳寅彥夫人 所把持的 健康家庭基金會 兩兆如果把它合併起來 做一個公平的判斷 那麼 健康家庭基金會 的台東縣長 黃建廷 是不是能夠比照 習超斌南回醫院的基金會 來這樣的辦理 我最後的呼籲 犯罪是一個事實 不要再逃避 要永遠面對 如果黃建廷縣長 一一孤行 想一直隱匿 我相信華 絕對不會原諒他 我也更希望他 坦蕩面對台東人 把所有健康家庭基金會 17周年來的所有的內臟 把它公開在台東縣政夜刊 雲 dresses